台灣創新版 我們要先求好 再求有 我們希望它能夠成為一個良性的互動 證交所為了把有潛力的新創獨角獸 留在台灣資本市場 去年開設創新版 等了超過一年 終於迎來了第一家掛牌上市的公司 Micro LED廠那一創曾一度想到美國掛牌 在證交所的利耀下 那一創決定留在台灣 過去以來台灣的資本市場 並沒有可以容納像我們這樣子 高創新性但是短時間沒有獲利的公司 但是在創新版成立之後 我們覺得非常適合像我們這樣子的公司來參加 不但想要創造台灣的Micro LED的產業 也很希望創造整個台灣未來的新創 創新的一個資本市場的可能性 金管會希望今年創新版能有10家企業掛牌 證交所董事長林修銘透露 目前還有8家企業正在談 產業涵蓋科技領域與創新的商業模式等 好的公司 有創新力的公司 進到創新版的版面來 受到台灣的投資者的青睞 然後產生著正面的循環 吸引更多的好的公司 不一定到國外的掛牌 在國外未必能夠像台灣政經教育所 這樣子的take care 我們的創新的這樣的一個實力 為了吸引更多投資人注資 證交所放寬投資創新版的門檻 自然人財力證明從新台幣1000萬元 調降為500萬元 林修銘表示今年合格投資人成長7到8倍 人數接近10萬人 其中3.5萬人為自然人 希望活絡創新版投資動能 除了給這些創新公司 資金的能量以外呢 那事實上來講的話 我們也希望在投資者的保護上 我們也多手琢磨 雖然門檻也架降了 但是我們必要的一些知識 在這個剛開始的階段 我想是基於投資的保護 給予一些門檻的限制 但是未來隨著我們的創新版的 推出的成功 基本上我們的投資人 對於我們科技創新的 這方面的知識跟能力 應該往門檻繼續往下降 內創上市後 已經連續兩天漲停板 林修銘表示 台灣創新版可以產生正面循環 將創新的力量留在台灣 經濟日報 劉運宋惠玉台北報導 製造